哈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今天是Kiss out's Day Lesson 534节课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雅思写作口语 单复数总是出错 到底什么样的单词是加S呢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是口语想考8分的 然后我考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这个单复数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就想说可以录一节课 然后这样他也可以学习一下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去学习一下这个知识点 我们先来去带大家去回顾一下这个知识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单词 就是下面的这些句子吧 哪些你觉得哪个句子是对的 哪个句子是错的 都是跟某个名词的单复数相关的 你现在就想 有没有一个句子里面这个单复数 应该加S地方加S 不该加S地方 或者说 就是只要是加S加错的地方 有没有 如果不是确定的话 那肯定就是你这个知识点 可能理解的不是特别清晰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会讲解什么 我们今天来会讲解一下 加S和不加S这件事 怎么去影响我们的写作分数 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口语分数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去看一个 就是像一个思维导图一样的东西 就是用这一张图跟你去解释一下 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单词加S还是不加S 我觉得录这节课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也是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就是更清晰了这个知识点吧 然后简介着的话我们会学习一下 如果你想上针对于写作和口语 应该是怎么样去练习才可以去避免犯这个错误 比如说大作文的练习的方法 以及口语的练习的方法分别是什么 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课程的话 会对你的复习有些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看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好 首先我们现在去学习一下单词数对分数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一下写作分数影响 写作分数的话呢 中间你们会看到这个档 这个第三个档是单词的分数 然后最后一个档呢是语法的分数 我们现在看单词这个分数 这个是七分下面这个是六分这个档 在七分这个档里面的话 有一个关于词汇 就是may produce occasional errors in word tries 也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会偶尔会出现 你选字选错了 或者拼写错了 或者是后面有一个词 词就是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动词 你写上了名词 或者是说的话 应该是写一个单数 你写成了负数 应该写一个负数 你写成了单数 所以这个是属于七分这个档的 但是看好啊 这边有一个occasion吧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全篇所有的名词单负数都错 只可能是有一些错有一些没有错 所以的话如果你对于单负数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晰的话 就是刚才我问你这个是TT 你发现你哪一个都拿不准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影响你写作就是单词这一项的分数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去看语法这一项 语法这一项也是一样的 语法这一项说是你需要有一个produce frequent error free sentences 就是你大部分的句子都应该是没有语法错的 这个大部分就是主观的这个成分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的分数是6 有的时候你是6.5 然后负义之后是7分 确实是有一个主观的成分在这边 也就是说你大部分的句子的话都是对的就OK了 所以你也需要对这个知识点掌握得很好 也就是说它影响我们写作分数 就影响7分这个档 口语就不一样了 你会看 你现在看到是口语的话 就是只会影响口语这个语法这一档的分数 然后这边是因为你会看在单词这个档 口语指数了你是否会去灵活运用单词 把单词给用对而已 并没有那么强调这个单词 就是单复述的这一点 但是在语法这一块 因为单复述是属于这个语法的知识点 语法这一块确实是有具体的强调 我们去看啊 上面这个是8分 下面这个是7分 7分的时候说的是呢 frequently produced error phrases sentences 还没有说完 Though some grammatical mistakes persist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大部分的语法呢 大部分的句子都是对的 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语法错误 经常就是从头到尾总是出错 比如说你这个加不加S的问题 你可能从头到尾总是出错 这个时候你都有可能在语法这一项 拿到是一个7分 但是你会看 写作里边可没说这个吧 写作里边就要说 大部分的句子你都给我写对 也就是说写作对语法的要求 肯定是比口语对语法的要求要更高的 这个我们这次要录过 就是这个系列 将你去区分6分和7分 7分和8分这个区别 这个系列具体讲解过吧 然后我们再看 为什么8分不行啊 8分里边说的是呢 你大部分的句子都应该是对的 只有很少的 非常非常少的一些 就是inappropriacies 这是什么 你就是说你这个单词也是用对的 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还有一个就是 你并没有一些systematic errors 什么叫做non-systematic errors non-systematic systematic errors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就我跟你说 单复数用错了 但是non-systematic error 就像一个slip一样 就是它上面说这个slip 就是native speaker 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native speaker 有的时候会说 if I was you 有时候会说可能是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怎么怎么样 你看电影里面 还经常会说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怎么怎么样 应该是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怎么怎么样吧 所以的话呢 所以你会看语法的话 实际上只会对你想考8分的 这个学在口语上面 只会对你想考8分的 这个同学会有影响 然后如果你是口语7分和8分 错误的例子的话 你想再去看更多的例子的话呢 下面这两节daily lesson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啊 然后简介我们来去看一张图 怎么样帮你区分 是否需要加s这一点 好 我们把这个图给大家去放大一点啊 首先就是呢 加不加s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数和不可数名词的这件事情 对吧 是否 首先你需要去判断是 它得是一个名词 然后就是名词 就是你可能去 就是凭名词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简介就是 是否可以去数出来 比如说什么叫数出来 就是你可以去count 1 2 3 4 5 6 7 比如说水 我们没有办法去说 一个水 两个水 三个水 和那个水 不大可能吧 所以就是水 就是不可以数的 所以它就是water 对吧 就没有waters 没有one water two waters 这一点 然后可以数出来 比如说一个苹果 an apple 或者是说一只狗 a dog 这次都是可以数出来 所以它就是可数的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当你不可数的时候 就很简单 就不加s 大部分常见的 都是以下这几种 比如说有一些是一些抽象的一些idea 比如说你会说stress love research evidence research 和evidence是你们在去写作和口语里面 经常去说的 所以给你放在这边了 还有一些是人的一些品质 比如说beauty generosity kindness之类的 还有一些就是 这个物质啊 太小了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数 比如说我们跟吃饭相关的 盐啊 糖啊 米啊 醋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醋是属于这个水 这个你不可能说two vinegars 你说two bottles of vinegar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液体嘛 水啊 alcohol t之类的 然后紧接你需要去知道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些单词的话 我们特别容易把这个数量词给用错了 就是当我们去形容很多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错 然后你需要知道就是呢 这次单词是不可以使用 a am many 和a field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来去形容可数的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是使用 比如说some a lot of much a bit of a great deal of 或者是any a cup a bowl of 或者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a bottle of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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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下面有几个例句 你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可以说 i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lot of stress 那不是a lot of 使用这个stres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evidence evidence 不可数不加S 然后前面是a lot of he gave me a lot of advice you put too much sugar in the soup 好 这样你使用完之后的话 你可能就会知道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去说了这个 测试题的这个答案了 he gave me a lot of advice 所以这个是不加S的 然后这个hers 我们没有学 再往下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research into the causes of什么 这个没有错吧 然后紧接是呢 you put too many salt in the soup 应该是too much salt in the soup吧 西班牙语 我最近在学西班牙语 然后紧接我们再去看 如果你们想去做一个测试题的话呢 我在british council上面的话呢 给你们去找到一个测试题 我们让编辑姐姐把这个测试题的链接 给你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可数的名词的话 还有一些你是需要注意的 并不是所有的可以数的东西都是可数的 都是要加S的 我再重复一遍吧 并不是所有可以数出个的东西都是要加S的 比如说在英文里面有一些是不可数的 但是在中文里面是可数的 比如说我们中文里面accommodation住房 一个advice就刚才跟你说过了 bread面包 我不会你们不会说 我们说a piece of bread 你不会说breads 不会加S furniture information news trouble trouble可能是大家经常会出错吧 就好多好多trouble 就很多很多问题 这些确实是可以数的 behavior这个单词是既可数也不可数的 如果是generally来说的话 就是human behavior 如果你要说某一种behavior 说就是aggressive behaviors 所以这个native speaker都会出错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 但如果你发现不是这些经常 就不属于这一类的话 那肯定就是可以加S的 懂了吧 然后这个视频的下面的话呢 我们给你们放了一个链接 就是我找了这一份资料的这个原的一个出处的这个链接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具体的一个区别都是什么样子 而且呢 它这边还有一些例子 还有一些测试题啊什么的 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去说一下怎么样去纠正这个错误 那你现在都知道 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你真正用的时候是另外一件事 就跟我们说 你训练的时候 你看别人练的时候 你都知道是怎么练 看别人的视频 那自己练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首先就是如果是写作器想要7分以上的学生的话呢 你考前至少要写10到20篇的大作文左右 那你第一步就是你每一篇大作文都 哦对 这个十几篇的大作文是怎么去挑选的 尽量是挑选不同类别 比如说有agree和disagree both views 然后不同观点的题目 然后我们发过一个免费课程 就叫做封考逼中的几篇作文 然后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编辑节把链接给你放在这个视频下面 然后紧接着第一步就是每篇大作文 你需要自己去修改 或者是借助软件修改 一般情况下我们自己修改完 都需要去借助这个翻译软件去修改 只需要用这个翻译软件就可以了 可以去参考这些科具体操作的方法 然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呢 翻译软件会给你去修改出来很多 什么该加s的地方 或者没有加s的地方 找出来错误之后的话 你需要分类一种结错 我现在给你只是一个例子 第一行我们说过了 纠正语法错误的时候 第一行写你要说的中文 第二行写你翻译错误的这个 错误的翻译 然后第三行写这个错误的原因和正确的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第二列给删掉 因为第二列的话 为什么不应该在这边 就是因为如果你在把这个错误 抄一遍的话 就会加强你对这个错误的东西的一个印象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第二列错误的翻译 直接给过掉 就过掉 可以不写这一列 但有的学生愿意写这一列 他觉得反而可以去加强他的意识 看你个人的一些喜好 然后语法就是协作会比较容易念 口语就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口语如果你想上八分以上的话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免说不确定的单词 口语是有些技巧的 口语你并不需要 比如说写作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你都会说 比如说leisure activities shopping mouse这些单词 如果他是专门是考你什么 leisure activity跟shopping mouse相关的 你是必须要去说这些单词的 但是口语不是 因为你是那个确定这个观点的人 你可以只说你自己会说的名词 同学们 比如说你刚才那个alcohol 你不知道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那你不drink alcohol不就得了吗 干什么drink water drink juice之类的 其他的东西不就ok了 现在懂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是你写好答案 检查是否会每个名字的单词书 都符合这节课的知识点 如果不确定的话 换中文的答案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都知道雅思口语呢 part one需要四个万能原因 这是我给我一对一的学生 写的这个四五个万能原因 part two需要一个万能故事吧 然后这是他们写的 这个中文的这个答案 然后写好这个答案之后的话 你需要去做 就我们随便找一个答案 比如说这个是 你是否喜欢运动这一个 比如说他说的是yes 然后他用的是他要万能原因 运动可以帮助学生们keep fit 并且能去扩展自己的friend circle 如果不运动的话 他就会很容易进 就是你觉得对于学生来说 运动是不是很重要 他说运动可以当帮大家去扩展 朋友圈儿如果不运动的话 可能就会经常坐着 对身体不好 也可能就没有办法 交到很多的朋友 好 当你看了这个中文之后的话 你就会问自己 这个句子里边有哪些名词 比如说扩展朋友圈儿 expand friends circle 那你就要问自己 是expand friends circles 还是expand the friend circle 还是expand a friend circle 你是不是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你想考八分 就是要这样细致的 然后你再想下面一个名词 你是不是也都很清楚 然后你发现 我突然间不知道 这friend circle 到底是单数还是负数 那你就可以去改成 帮他们交更多的朋友 help them make more friends 比如说make friends from different major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改成一个自己会说的就OK了 然后第二步叫做可以写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你都改完了 但是还是有某些名词 是你不得不说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标记下来 按照这次课的方法去判断了 还是回到这里面 比如说他这里面就是不得不说 比如说学生很经常坐着 然后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这个学生 下面一个对吧 假如说这个学生不知道这个朋友 交更多的朋友make more friends 这个friends是单数还是负数 假如说真是这么基础啊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有几个方式来去处理啊 第一个就是把标记下来 按这节课的方法去判断 那你判断之后的话 一想不就是可以数出来个人吗 那就又不属于这里面的呢 肯定就是需要去加s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 简介就是你需要看的就是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你需要别人去给你去修改了 如果你想考八分的话 你确实需要有一个外教给你修改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对一课程 我们的coach是给大家去改 他自己不确定的一些表达的 而且我们很多coach 全部都是口语八分和八点五分的这个基础的 并不建议大家去查字典去总结错误啊 因为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特别消耗时间 而且你就会觉得你大量时间都在查字典上 而不是在怎么把这个一个万能原因 把这四个万能原因讨到任何题上面了 然后紧接第三步就是 因为口语永远都不要去停在这个第二步之写上面 一定要去多说 你每天输出时间应该是大量的 那第三步就是每天模考保证说对 你先是说一个题 然后回应一下自己刚才说的英文 自我就错 然后你再说 再说另外一种方法是 有些学生就是 我说完这一个题之后的话 我没有意识我刚才说的单数还是负数 比如说假如说他想表达 有些医学的研究会伤害动物 他就说 many medical researchers can be harmful to animals 然后你问他 你刚才说的哪个词 你觉得可能自己拿不准 他说我忘了 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给他录下来 自己听你自己的录音 然后再纠错 这样可以更好去加强 你自己对于某些名词的一个意识 实际上自己纠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练习 然后再下面第三步就是 如果你自己确实就是你说没有时间 或者说我没有时间经历一个自己救错的过程的话 你可以和卡布里外交去练习 我们之前讲过吧 卡布里一对一的外交特别特别好 因为那个特别便宜 然后一个小时没多少钱 可能就是十多刀的样子吧 我们把注册链接可以给你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啊 然后最后就是和大家说的是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这个语法课程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些课程的东西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看啊 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几个题目的答案 还没有说啊 你们说这个 she has a lot of hairs 那个只有一个名词吧 hairs吧 为什么应该是she has a lot of hair啊 为了学生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 好了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如果还没有注册我们七天免费课程的同学 那话呢 到keeshouse.com去注册一下 我们的七天的免费课程 这样可以去学习的话呢 雅思协作怎么样考到七分必备的十二个逻辑里 究竟怎么样去用到这个五十个题 以及口语怎么样去想出你那个四个万能原因和一个万能故事 套用至少80%的题目 好了 我们明天的课程再见啦